陆野香公所与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期间 办理陆野花露米Follow Me养生乐活节活动 精选11条路线提供农游体验优惠 带领游客领略陆野香的乐活美学 7月7号由山川霍霍教餐馆 办理茶叶饭团及台式披萨食农初体验 除了前往欣赏茶园风光 开启五感体验外 还采摘了新鲜嫩绿的茶心 一起制作好吃的茶叶饭团 陆野香都是红乌龙 那比较少人知道说 红乌龙其实可以直接吃茶菜茶叶 那我们把新鲜的茶叶做一个酥炸料理 然后把它包进去白米 做一个茶叶饭团的体验游程 那主要是要推广在地的农产品 茶叶啦或者是白米 让像现在的客群可以多吃一些白米 然后让我们的米可以大家都种的不会累这样子 做茅茶是日光尾雕跟室内尾雕 那我们做茶叶的话是回来赶快急急忙忙先洗过 让它泡水变脆 那可以试试看叶子确实不好吃 但是我们是透过我们自己的研究的一个方式 我们把它做一个特殊的一个料理 让它可以从不好吃变到好吃 那我们蛮喜欢小朋友跟大人那种惊艳的表情 就是说明明就是一个叶子的东西 怎么可以吃呢 那我们就想要推广就是把它包进去饭里面 做中玩学东西 就是在中间做一个过程 然后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东西 吃吃喝喝然后一天就过了 那主要是也符合我厚厚叫三个名字的含义 三个口三餐要吃饭 撒胡椒粉是为了要提香跟提味道 然后再来就是最上面再一小口 一小口的饭团放上来 那你就把它漱口 漱口包 我们这一两年听到蛮多回馈 就是说很想要再回来餐厅吃饭 很想要吃茶叶饭团这个商品 那我们今天让客人自己去亲手DIY 是有些客人他根本也没吃过这个商品 那那我们希望说他来录也不是指印象中 茶叶可以用喝的 我们希望他可以用吃的然后品尝看看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难得 然后就可以带着一家人这样子 一起出来体验大自然的 因为小孩子平常在书本上都看不到 就是看到书本但是不知道实际上长什么样 那我觉得来到这边之后可以亲自采茶叶 然后看了看田园 然后亲自自己手做一些食物 我觉得对他们生活体验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对生活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茶叶饭团 茶叶饭团 好好吃喔 带有茶香及酥脆口感的茶叶饭团 让人一口接一口 紧爽嘴大人小孩都喜欢 下午的时光则进行创意台式 披萨体验活动 将当季的蔬食 导入披萨的创意体验 好吃好玩 让人好满足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